哈囉,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上一次新手常犯生死豆篇 大家都看了嗎? 我真的覺得看我影片的大家非常優質 大家有時間的話可以到留言區看一看 真的都是一些可以幫助新手更正自己壞習慣的建議 除了說我開車的部分 去上一次過後 收到最多建議的模式 就是我們的寶石爭奪戰 有部分的玩家之所以不喜歡玩這模式 就是因為寶石有很多不懂模式觀念的玩家 大家真的覺得寶石拿一拿等倒數就結束了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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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一些非常適合新手快速上手 也讓老玩家再次警惕自己的 新手常犯的錯誤寶石篇 這算是這模式非常重要的一環 但新手就只知道自己想玩了再玩 新手最常犯的就是選了對的角色 卻做了錯的事 給你一雙手讓你做有意義的事 結果你每天都在打 荒野 這裡跟新手簡單的講解一下 我們每個位置該做的事 大部分我們分成三個位置 牽制、騷擾以及寶石位 牽制就是指羅莎、沙迪、莫提斯等等的角色 通常都會是一些血量比較高 或是收割能力比較強的刺客 主要的任務就是利用角色優勢把敵人牽制住 往往都會是製造拿寶石空檔 或是倒數前夕的最後靠山 這位置並不建議持有寶石 因為需要潛壓 所以倒下是常有的事情 騷擾就是指滴答、Mr.P 或是波可等等的角色 通常會是隊裡的頭子 或是輔助來擔任 在隊伍裡沒有寶石位角色的時候 是需要補上這個拿寶石的重任的 如果有寶石位 則是負責騷擾或是輔助隊友 讓對面變得更難打 覺得我們這隊超煩人 寶石位就是指吉恩 芽芽、比特班號等等的角色 通常會是自保能力比較高 或是拿寶石以後可以全身而退的角色 這也可以算是寶石爭奪戰裡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這位置負責找機會撿寶石 以及尋找逆轉的時機點 簡單跟大家講解了位置以後 建議新手認真去思考一下 當下那隻角色 到底可以為隊伍擔任以上哪個位置 不要再傻傻的選了千字位角色 卻受不了寶石的誘惑 千字位拿寶石越多 越沒辦法為隊友做事 畢竟一倒寶石就沒了 新手一直覺得 三打三可以復活 所以並沒有太在意被敵人收掉 其實這很重要 通常存活率越高的隊伍 都會擁有越高的勝率 因為只要寶石不倒 你就可以佔有更好的位置 並且持有防守的優勢 防守的一方一直以來在荒野亂鬥 都是比較強勢 因為追擊的一方 手會比較短 所以其實推薦新手的結論相當簡單 就是要夠長 夠持久 倒數前夕跟剛剛前面提到的位置 大有關聯 我們新手非常愛亂撿寶石 覺得就是剛好身在旁邊 所以拿一下 這裡大概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在遊戲旁邊增加一個 成功倒數機率 一個友方持有10顆或以上的寶石 我們大約會有80% 當10顆寶石是分散成兩份 在兩個友方的身上 我們大約會有60% 如果是完全不理位置 所有友方都各拿10顆的一部分 這裡只有30% 並不是不能成功倒數完15秒 就是成功率稍微低了一些些 畢竟只要一個隊友倒下 就會中斷倒數 這裡建議新手 為了提高倒數成功率 我們都會盡量讓一個人來持寶石 然後在倒數的階段 盡量保持一個 V字形的防守陣型 共進退 前面也提到 追擊的人手比較短 利用這個優勢 讓沒有寶石的角色 盡量在陣型的兩端 做牽制的一個動作 持寶石的角色 則在最安全的位置來輸出 甚至是不輸出 只往後退 這一點可以說是新手犯錯最平密的點 就是沒有計算寶石 常常就是10比8 隊友就莫名其妙撤退了 這裡要建議新手去稍微注意一下寶石生成的時機 一般上 開始倒數以後 直到倒數結束中間 還會再生出兩顆寶石 還有重要的是 請注意地圖上還有沒有遺漏的寶石 這很有可能造成你的失敗 因為錯誤計算而返回戰場的那一方 基本上沒有辦法再奪回原有的優勢 不是有寶石就要撿 不是有寶石就要撿 這個我講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當你意圖非常明顯的時候 敵人是很好瞄準的 新手最常有的狀況 就是無腦的撿寶石 最後看起來更像是幫敵人收集 然後雙手奉上 這裡給新手的建議就是 戰況焦灼的話 請先無視寶石 打出U之後再做打算 通常我們會利用隊友做輸出 把敵人逼退的moment去撿 然後迅速地回到崗位 繼續兌現 這樣來回兩到三遍 寶石就滿了 就算寶石未倒下 寶石散落一地 請先保持冷靜 盡量守著自己的位置 繼續牽制 事情況而定要不要去撿 而不是寶石一掉就一堆人擠上去 這樣反而讓敵人更容易一波帶走一整隊 前面也有提到的 地形優勢 大部分的新手最常犯的就是得意忘形 覺得自己佔有優勢後 肆無忌憚地推進到敵方的出生點附近 大家都知道 離敵方出生點越近 生存率越低 畢竟敵方復活後很容易就能放倒你 在這種不懂得珍惜中場優勢的隊伍中 最容易出現敵方一波三打二逆轉 因為有一個隊友已經早早前壓消失了 這裡給新手的建議是 除了兼兵堡壘或是兼石礦井這一類的地圖以外 請把移動範圍限制在寶石生存點上五排 就是以水平線來算 超過五排以外的點就不要再去了 這樣可以大幅下降敵方逆轉的機會 這跟我們巨疊以及機甲攻堅是相同的原理 先佔有場地優勢的隊伍 只要不失誤 基本上很難有機會再奪回 只能從外圍看能不能再打出突破口 所以新手要記得 不要丟失自己前期打出來的優勢 以上就是新手常在寶石爭奪戰犯的錯誤 跟上次一樣 如果有一些大家覺得也很適合新手快速掌握的要點 但是我影片卻沒有提到的 純粹是因為我老了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一起分享一起交流 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幫我訂閱起來 最後也感謝你的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